大家好 上期呢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一盆 君子兰因为长势不好 所以呢我就给它托盆 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根系 因为我用的是松树皮加上核杀 再加上少量的泥炭 所以呢根呢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今天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长势不好的君子兰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首先我们看这叶子啊 状态的都不好都已经直接搭拉下来了 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把它底部了一些 这种搭拉下来的叶片全部给它掰掉 像这叶片直接掰掉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看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根顶叶 根顶叶主要就是因为盆土透气性不好 再加上呢我们种的时候 把这个土啊不小心弄到了这个叶芯里面 就会出现这个根顶叶的现象了 这样呢把底部的一些长势不好的叶片啊 现在就已经全部掰完了 然后我们大概呢就是留中间几片长势还可以的 后期还能够调整的叶片 这样叶子呢我们把它掰完之后呢 之后我们再来给它修一下根 因为呢它的叶子现在比较少啊 那么我们根呢留的太多也是不适当的 因为呢它上下比例不协调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把一些这种脑根给它修剪掉 剪掉一部分脑根呢 还有令它后期啊发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修剪了脑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以作多菌的溶液里面 浸泡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栽种了 栽种的时候呢我们再选择适宜的土壤 然后把它种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种深一点 然后后期呢它还会继续的长新叶 等到新叶冒得多这个叶片呢就会长得比较饱满 然后只要后期养护得当 这个菌子栏呢还会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状态来 这样呢这个菌子栏的处理啊就完成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